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倾客之间 神魂俱灭 见到了这一幕 一旁的其他魔位 脸色结实变得惊恐起来 一个个难以置信 这家伙真的杀了首领 而且是硬生生地抹杀了首领 最重要的是 魔童至尊这三位至尊大人还在这呢 此人面前甚至是 没能来得及任何反应 虽说有魔童至尊 他们仓促感应的原因 但是让魔童至尊三位大人 反应不过来 那眼前之人绝对已经达到了 至尊的实力 秦晨一剑斩杀了魔尾首领 当即收剑而立 冷冷的 不止死活的东西过躁 本座先前已经饶你一命 你既然非要饶死 本座只能成全你 秦晨眼眸不屑 好像杀死了一只蝼蚁一般 见到秦晨直接抹杀了魔尾首领 那魔童至尊 与另外两名至尊脸色 瞬间变得猙獰起来 而在此时 秦晨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魔童至尊 宁笑了一声 找死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前一冲 魔童之中 一道可怕的魔光 树然地暴射而出 化作了一片黑色漩涡 直接将秦晨淹没了 轰隆的一声 无尽的黑色漩涡 如同是一片汪洋 将秦晨瞬间包裹 吞噬击中 死了吗 周围那几名冤魔族魔尾 眼神之中全部流露出了激动之色 与此同时 这四周的虚空之中 一尊尊的冤魔族强者 纷纷出现了出来 凝视了过来 这些强者 都位于冤魔族的祖地外围 被这里的动静 给惊动到 纷纷第一时间赶来 此刻 看到秦晨 被魔童至尊 魔光漩涡 一下子吞噬 各个嘴角都流露出来了 嘲讽的笑容 不知道哪来的家伙 不知死活 敢在我冤魔族撒野 魔童至尊大人的黑暗魔童 蕴含的是极致精纯的冤魔之力 普通魔族至尊 别说是和魔童至尊大人交手了 光是在魔童大人的 可怕的冤魔之威的威压下 都动腾不了了 嘿嘿 不过此人实力倒是不弱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刚才你们听到了没有 他身边之人竟然说自己也是冤魔族 我等为何从未见过 谁知道呢 如今老祖和族长大人都不在 居然什么阿妈阿狗 都敢跑过来我冤魔族了啊 诸多冤魔族之人 目光闪烁 脑海中纷纷冒出了一个念头 彼此暗中传音意了 在他们彼此交谈之时 另外的两名冤魔族至尊 则是转头看向了冤魔之主 警惕着冤魔之主的出手 只是他们这一看 神色都是一朗 因为他们发现 秦晨被魔童至尊的魔光 给吞噬之后 带着秦晨一同而来的冤魔之主身躯 居然是丝毫不动 好像根本就不在意 秦晨被那魔光漩涡给包裹一半 不对劲 这两名冤魔族至尊 心头猛然的一尘 骤然转头 轰隆的一声 随即 他们就看到了一道剑鸣声 突然从那片黑色漩涡内响彻而起 那包裹着秦晨的黑色漩涡 竟然是再度陡然涌动起来 一片恐怖的剑光猛然的 自那片黑色漩涡之中爆发开来 轰隆的一声 那片黑色漩涡直接泯灭 与此同时 一道人影 手势利剑 从那黑暗漩涡之中 骤然飞掠而出 对着眼前的魔光至尊 骤然的狂斩而下 一道通天的剑光出现在了天地间 这剑光带着无边的死亡气息 如同是死身的镰刀 瞬间就来到了魔童至尊的身前 魔童至尊瞳孔中闪过了一丝惊怒之色 双手猛然地横在胸前 一道可怕的魔光 自他的体内轰然抱卷而出 在他身前形成了一面漆黑的魔盾 这漆黑魔盾之上流转着古朴的符文 带着可怕的震道之力 并且隐隐引动了整个的冤魔祖地 永岸魔界的天道 得到了天道的加持 泛着大道光泽 一看就是坚固无比 然而下一刻 所有人的眼珠子都蹬圆了 轰的一声 当那一道可怕的死气剑气 站在那漆黑的魔盾之上之后 整个魔盾顿时发出了一阵嘎吱的刺耳声音 紧接着咔咔声响起 那魔盾之上瞬间爬满了无数的裂纹 紧接着轰隆的一声 整个魔盾顷刻之间爆碎开来 化为了积分消散 盾破了 魔童至尊瞳孔之中闪过了一丝惊骇之色 只是他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嘶的一声又是一道见光闪烁 再次骤然出现在了魔童至尊的眼前 速度之快 让魔童至尊温身寒毛瞬间竖了起来 吼的一声 魔童至尊咆哮一声 眼神睁眼 双手再度横在了身前 手臂之上一道道的魔纹浮现 双手像是化作了蛮荒巨兽一般 无数轻轻暴突 由可怕的蛮荒气息冲击而出 轰的一声 秦晨的见光 站在了那魔童至尊的手臂之上 瞬间滑了出了一道刺目的火光 扑的一声 那魔童至尊的手臂上一道道鲜血飞溅而出 身形暴退开了上千丈 这才算是稳住了身形 只是 他的手臂之上 已经出现了一道道深深的剑痕 见到这一幕 秦晨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这魔童至尊的防御力居然是这么的可怕 在一瞬之间 弥漫出了蛮荒的气息 手臂好像是异化了一般 一瞬间双臂防御是提升了数倍不止 否则 先前的一剑 秦晨虽然是没有施展出全部实力 但是足以将一名 类似于巨人王这样的普通至尊给重上 然而最终 却只是给魔童至尊 带来了一些些微的伤害而已 可惜啊 你成功惹怒我了 魔童至尊神色争议 发出了一道愤怒的咆哮 轰隆那一声 一股无尽可怕的魔气 从他的身体中生腾起来 如同是惊气狼烟 直冲云霞 与这方天地的天道 都像是融合在了一起 整个人宛若神魔将士 他堂堂冤魔族至尊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秦晨这么一剑给劈飞 还受了伤 脸色瞬间无存 心中无比的愤怒 只是他口中的话 才刚刚落下 郭草 秦晨嘴巧勾勒起了一丝冷笑 拇指再次一跳 轰隆那一声 手中力气 已然是再度飞斩而出 要打就打 啰嗦那么多干什么 秦晨是一点都不给对方 喘息的机会 已然是再度动手 而且他也很想知道 这渊魔族至尊和其他种族的至尊 究竟有什么区别 你 魔童至尊都快疯掉 秦晨这家伙太不给他面子了 然而此时此刻 他也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 那一道剑光 在虚空之中一闪而逝 轻刻之间 就已经出现在了面前 风锐的死亡气息 如同是死神之毛一般 若是他不能及时反应 怕是会被瞬间洞穿心扫 找死 这一次 魔童至尊没有横臂去挡 而是右手握拳 猛然的一拳轰出 轰隆的一声 拳剑碰撞 魔童至尊的右拳之上的 至尊魔器 护罩 瞬间被斩爆了 一道心血 鸡舍而出 同时 秦晨这一道剑光 也被瞬间轰爆 但是 不等魔童至尊回过神来 第二道剑光 已然再度击尸而来 我去 魔童至尊的心中 郁闷的快要吐血了 秦晨出剑的速度太快了 刚刚打爆了一道剑光 第二道剑光又来了 他连气都没时间吐 什么也没来得及准备 又是一拳轰出 轰隆的一声 剑光和全光再度爆碎 魔童至尊 刚想吸一口气 第三道剑光 已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魔童至尊都快要疯掉了 只能憋着一口气 面色涨红 只能是又一拳轰出 就看到秦晨不断地弹指出剑 一道剑光 随着一道剑光的不断 爆斩而出 魔童至尊则是频频后退 不断招架 在倒退了上百步之后 他眼中闪过了一抹力气 咆哮了一声 右手爆发出了惊天之力 要彻底地轰爆秦晨的剑光 但是秦晨批出来的剑光好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层层剑光不断 并且秦晨的出剑速度快地令人发指 魔童至尊只能频频招架 根本是无法蓄力施展出真正的杀招 他只能是被动防御 不断地出拳 而且即便是出拳 也只是为了不让剑光逼近他的肉身 而无法真正施展出真正的绝招 秦晨战斗经验丰富 在交锋的一瞬间就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利用出剑的时机将魔童至尊逼入下风 而就是这个下风 让秦晨抓出了机会 将魔童至尊直接逼入到了绝境 一招不慎 满盘结束 短短时间内 魔童至尊已经退了上万里 不仅如此 他的身上也已经出现了无数的戒痕 整个人无比狼狈 染成了一个血人一样 他心中惊怒交加 却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大意 因为秦晨的剑真的很快 很强 稍有不慎 秦晨失散出来的剑光 便会直接洞穿他的眉心 就这样 魔童至尊 一退再退 而此时 他的右拳已然是伤痕累累 伤口深刻见过 这样一幕 令的周围许多隐藏在虚空之中的冤魔族之人 都是骇然不已 魔童至尊那人竟然在被压着他 这怎么可能啊 另外一边 另外两名冤魔族至尊也是面色凝重 阎谋绽放惊怒 不过 他们并未贸然出手 只是目光锁定在了冤魔之主的身上 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不过两个人在沉思的同时 目光也频频看向秦晨施展出来的死亡剑气 目光闪烁 若有所思 就在这时 远处 魔童至尊的右拳突然间被闭了 咔嚓一声 直接是撕裂了开来 几乎是一瞬间 一柄剑 瞬间来到了他的眼前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魔童至尊的双眼 却是缓缓地闭了起来 但是他没心处的第三只眼 却是陡然间亮了起来 亮起了可怕的黑光 下一刻 他的第三只眼 突然射出了一道恐怖的魔光 这魔光之中 蕴含着可怕的黑暗气息 是黑暗之力 魔童至尊的气息 在一瞬间爆炸 轰的一声 那黑暗魔光 爆射出了一瞬间 秦晨的那一道剑光 直接破碎 见到了这一幕 远处的秦晨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因为那道魔光 不仅轰破了魔童至尊 眼前的那道剑光 还破坏了后面的 斩来的剑光 令得他一下子 从频频招架的境地中 解脱了出来 秦晨眉头微微一皱 并未继续出手 只是皱眉沉思 他发现 魔童至尊 已经将自己的魔光之力 和黑暗之力 极其完美地结合 两者十分的融洽 更让秦晨在意的是 当魔童至尊 施展出黑暗之力的时候 这冤魔祖地之中的天道 竟然是对着他进行惩罚 秦晨抬头看天 脸色难看 黑暗之力 乃是这片宇宙外的义中之力 正常而言 不管在这片宇宙的任何地方施展 都会遭到整片宇宙天道的压迫和天前 但是当前魔童至尊失散的时候 这永恍魔界中的天道 居然是没有对他发动惩罚 其中 蕴含的意味极多 在秦晨沉思的时候 魔童至尊 在轰爆秦晨的攻击之后 终于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仗得通红的脸 憋得无比难受 张口喷出了一口溺血 他的身形艰难挺住 好像是撞上了身后的一道虚无屏障一般 轰的一声 魔童至尊身后的万丈虚空 直接碎裂开来 化为了虚空深渊 他的肉身虽然扛住了秦晨的剑光 可是他身后的虚空却根本扛不住 并且魔童至尊的右手此刻在不停地颤抖 一滴滴的鲜血 从他的右手滴落在了虚空之中 整个右臂已经是一片的血肉模糊 极其狼狈 这就是你在本座面前狂妄的资本吗 秦晨嘲讽地看着魔童至尊 眼中流露出来了不屑和情念 你 魔童至尊脸色难看 只是刚刚说出来一个字 张口便是又一口鲜血喷出 这鲜血喷洒在虚空之中 虚空直接都燃烧了起来 好 速度过来 感谢观看